男人愿意和你分享这些东西,说明他心里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 爱情作为这个世界上经久不息的话题,自然有着属于他的独特魅力 爱像一个人,从而走进他的心,相知相守 进而相伴一生,是每个人对于爱情最终极的追求 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东西是能够让你为之付出一切的 然而这些都还不够,你还需要成为他心中那个自己人 男人对待你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有没有把你当做他最亲近的人 作为自己的人,你总是能够享受到爱情中最甜蜜的各种福利 反之则不一定了 事实上当他把你看得很重要时,就会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你 他愿意对你敞开心扉,毫无隐瞒,而希望你对他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和你分享这些东西,说明他心里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 男人把你当成很重要的人,就会和你分享他的财富 对于男人来说,他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都是他在这个社会上所取得成就的证明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是他所付出努力的具现 而这些往往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了很重要的位置 他之所以如此努力,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以及那个心爱的人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也许他也愿意对他人慷慨见囊,然而那都是建立在不影响自己的基础之上 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可以随意分享的东西,除非你是他心底的那个人 男人愿意与之分享财富的人,除了父母就是爱人 对于他来说,这些人才是他的自己人,与他从来都不分彼此 父母养他长大,爱人陪他终老,这才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历层 什么是自己人,那个与自己站在同等位置,能够共享自己所有的人 财富自然也不能例外 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和你分享他的情绪,让你了解他的喜怒哀乐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他最希望谁能够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 与自己一天分享自己所有情绪,那么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的爱人 情绪是一种很私密的东西,是独属于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着不希望他人看到的情绪 就像悲伤时默默躲在角落哭泣,唯有自己才能够解救自己 而自己的情绪也唯有自己能够知道 当一个男人开始在你的面前不再掩饰自己任何情绪 无论喜悦还是悲伤,都希望能够与你一同分享时 你就成了他心底的自己人 那些只能默默掩藏的小情绪,在你面前一来无余 唯有如此你看到的才是那个真正的他 一个男人把你当成最亲近之人,他会和你分享他的生活圈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这些圈子里都是自己最熟悉的朋友 而这个圈子他也不想被别人知道 如果有一天他愿意把你带进这个圈子 与你共同分享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对你的认同 你是他心底的人,而他也愿意把人介绍给自己圈子里的人认识 当他和你分享了他的生活圈子,也就分享了他的朋友 从此他在你的面前再无任何秘密 爱情是什么?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男女慢慢地走到一起 彼此了解,相互接纳,逐渐成为彼此的自己人 然后从两个小缘变成一个大缘,最终迎来他的幸福美满 当一个男人真正把你当做自己人的时候 他会愿意和你分享他的财富,他的喜怒哀乐,还有他的生活圈子 只有认定了你才会毫无保留 而这也决定了此后余生,他希望可以永远陪伴在你的左右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